第1088集 林瓜断电话,芸汐又忍不住叮嘱了句 好好教导芸墨吧,别惨死 老子对她什么时候惨死了 她有天赋,也很聪明 但是呢,缺少真正困境的磨练和刺激 我指的是外界严苛的环境 说了你也不懂 简单点说就是 她家又是突然出事了,四面楚歌了 她必须要独当一面的时候 那对她来说,才是真正的磨练 我这里只想谈病,有个屁用 别捂咬嘴,该干嘛干嘛去 我去忙了 这个话题芸汐不想谈 急急忙忙的就把电话给挂了 因为她知道,上一世的时候 也差不多是这几年的时间 赵家的老爷子去世了 家族大权落在了宇墨的二叔手里 赵宇墨被强行送出国 赵家也因为盼上了手下那根高枝 在京都可以说是 跟四大家族并建的大家族了 她在上一世的时候 和宇墨并没有交集 唯一跟赵家人有交集的 是宇墨那个二叔的儿子 赵宇周 赵宇周曾代表赵家 跟他合作过几个项目 确实是个手段厉害的人物 年纪轻轻地心思深沉 和乔清敏的那个弟弟不同 这是个未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男人 是手段,不是手腕 手段很辣不留后路那种 这样的人 不如苏东霖那么圆滑事故 容易得罪人 所以到最后 还不是被其他四大豪门的人追着打 这一世 他重生而来 改变了很多人的轨迹 老爷子那边 他也进行医治好了 希望上一世的事 不会再发生 尽管会放慢 一摸成长的速度 可这种环境下的成长 对他来说 打击更大也更深 有些伤口 一辈子都愈合不了 沐飞池从总统府回来没两天 京都开始掀起了一股禁毒风 从各大娱乐场所 到酒店 再到各大高校 各种禁毒活动层出不穷 很快席卷了全国 禁毒活动 是芸汐让沐飞池跟总统提议的 也是他这次清扫计划的开端 打打草 看看能进出几条蛇来 活动一旦开始 发展到全军国 各大娱乐场所和酒店 都会成为警方关注的焦点 审查程序 也会变得更加复杂 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 那些原本沉寂的关系链 就会开始活动起来 只要他们动起来 他们这边 也就有了抓人的机会 对方一直沉寂 局面对他们来说并不利 虽然动起来了 会过早地暴露自己 成为对手的目标 可他也不是没有收获 金大爷开展了一处活动 学校的各个系的学长和学姐们 纷纷参与 公告栏和其他几个校园活动角落 都挂满了禁毒的横幅 本来不是什么意外的事 意外的是 这次的活动 是斯文轩请校长出面举办的 斯文轩的提议 甚至比教育局的通知还要早一步 芸汐接到保镖发来的信息 既意外又不意外 他询问过保镖才知道 穆菲池去总统府那天 斯文轩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 却没有进去 想必是知道了 穆菲池要在全国进行禁毒活动 跟校长提议 学校举办这个活动 好在穆菲池面前卖乖 但是 这么做是有前提的 得让穆菲池知道 不然他这一切就白做了 当然 保镖是穆菲池的人 他的一举一动 穆菲池都了如指掌 而就在这个时候 乔西敏也趁着学校 禁毒运动的风头 发出了自己画展的消息 乔西敏自己组建了一个画室 画室的画师 除了他自己之外 还有几个美术学院的学生 学院时不时的会有画展展出 和其他团体活动